前段时间 本田思域小小的火了一把 殊不知 在思域烧爆朋友圈之前 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就非超跑GK5莫属了 其实就是车迷们对本田飞度的昵称 但说白了 飞度实际上就是一台买菜车 为何也会有超跑的头衔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说起超跑 最重要的还是性能 不过飞度却没有超跑具有的V12 或是V6发动机 它搭载的是一款排量为1.5升的 自然吸气发动机 不过飞度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经过调校之后 马力可达131马力 相对于同级别车型来说 多出了20马力左右 虽然飞度的这种表现 在同等级别中并不是最为突出的 但是飞度却有着较高的性价比 领配版只要11万多 绝对的性能小钢炮 并且它在改装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 许多改装厂都有提供飞度的改装线 无疑受到改装爱好者的追破 除此之外 飞度的赛道表现也是不错的 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 这款GK5不仅性能好 性价比高 而且改装潜力巨大 虽然比不上百万级别的豪车 但成为人们心中的超跑 似乎合情合理 GK5不仅有作为买菜车的方便 又有作为赛车的性能 兼顾了人们的不同需求 因此它备受追破 甚至获得人们心中的超跑称号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